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把你打过来来观战一下机器四黑啊 哎,好像现在不是机器四黑了嘛 我以为445还在跟机器四黑打呢 现在的话,这个是个路人局 呃,打的是小城的蜡象师开局遇到的咒术 飞轮咒术 呃,我们最近刚刚观战过啊 就是飞轮咒术牵制蜡象师 呃,有些点位啊 但是是高强点位 像现在这张地图这些点位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牵制不动的 像之前观战的那个军工厂 高强点位的话 那这个蜡吞不到的情况下 这咒术师卡着确实牵制还挺好 板子一破前面蜡一捕 第一刀已经有了 第一刀应该已经有了 这边的话走不了了 这刀肯定是打上的 打上以后封你前面的口 把你往下逼 后续蜡补上以后一刀带 不行的话呢 闪现一刀带走 整个击倒节奏其实挺快的 我觉得在一分半以内能够击倒 因为咒术师这边的话 不太有什么好的点位 供他去绕这个蜡象师 蜡象师感觉牵制起来的话 只有绕 就是要高强 然后去绕 能绕得动 这个话闪现有 这里咒术师 咒术师似乎是想要通过这个走位去骗闪现 但是小时这边的话经验很不复 还有一点就是牛仔来了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能勾下来吗 哇擦 这一手偷袭牛仔学到了没有 哇 这个地方都给他找到了 牛牛还是强啊 这样的话三层股的咒术师 这一波勾直接把这个蜡象师勾崩了 崩的一塌糊涂啊 这真的崩的一塌糊涂啊 这还怎么打 这个游戏已经从这勾勾下来以后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四人开门战了 这个真的 因为因为这边的话咒术师手里面三层股 然后在这个上下点位 你要去用那定住他 本身就不太容易 你交闪现过去人家三层股 而且飞轮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也没有交掉 只能选择来抓这边的牛仔 牛仔这边的话 勾的出来勾 勾不出来我吃一刀以后穿洞也可以 穿完洞以后我这边勾板子 勾板子拉距离就可以了 勾板子拉距离就可以了 没了这个局我觉得小陈要翻盘 只能开门战可能出点机会吧 正常前中期的一个节奏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 什么压机啊 控场啊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现在可以考虑开门战了 先把自己刷到二阶 然后尽可能去击倒 然后防守端去打一些东西啊 就打什么东西呢 把穷者的这个道具打打掉吧 什么的我们的孤啊 什么的都打打掉 定 定住这边的祭司 击倒 咒术师这里的话三层锅 武状态 球者这边的话其实就差一台机子了 因为这边游拆这个机子是一定好的 哎 这边三层姑的咒术 那我闪现到台里 这姑得交 这姑得交 还行 卡的位置比较好 大家可以看到咒术师这个姑交的非常极限的 就他一定要在 呃 蜡小师的这个蜡好像是三 就是咒术师的姑大概是四或者五 就是你要一定要在这个蜡的边缘 要不然的话刚才那一波就是 你交咒自己咒术师也会被定了 所以这个交咒要非常的谨慎 牛仔这边蹲着 找角度来救人 好的 军马机的话这边没有封到有薄命 那就是这波薄命强行套走就可以了 强行套走就可以了 这个话军马机好像隔着有墙 封不太住啊 油拆这边也过来了 油拆也过来了 帮忙一起抢机子 牛仔这边担保一个祭司 牛仔这边担保一个祭司起热蜡 对于小春来讲的话 我可能觉得他应该是想要把这个祭司挂上 然后打一个 哎呦 马机直接掉了 那再起热蜡吧 丢个蜡块 跟喷蜡没喷中 没喷中应该是难了 没喷中应该是难了 交闪线 关键这个闪线交了 这祭司是个二管 牛仔可能还会在中场卡一手待会儿 就你这么来祭导了 牛仔在中场卡一手 我觉得这边也没有翻平的可能性了 留一个吧 留一个吧 传送 传送落地 你抓谁呢 这油拆有飞轮 油拆是个双坛 那那可能抓油拆还可以 交估打咒术 那定住 然后一刀带 咒术这边继续绕 丢个蜡块 75 那门也开掉了 这门应该也开掉了 而且祭司待会儿可能还会有大洞可以变 没办法 这个局真的看不到希望 就很无奈 那一勾勾下来真的很无奈 大家也是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勾 看到了就得学到了 好吧 改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